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投资 希望2023年可以有个漂亮成绩 但2024年会更好 我们先来看到一连串最新的消息 首先来看呢 目前的整个全世界气氛都是蛮嗨的 因为美银最新统计 投资人在12月是舍弃现金 拥抱股票 很明显的大家现在对整市场的机会是看涨的 所以买进股票的人数是增加 而且是持续在减少现金的持有量 目前可以看到 目前现金的幅度是2021年4月以来最少的 那么股票是去年2月以来 加码幅度最高的一个阶段了 另外来看看 那么当然美国接下来可能会降息 所以使得在美国的单户住宅开工的部分 量也增加目前新增的是18% 因为一般认为 这个贷款利率可能会往下降 所以会增加很多房市成长的动能 另一方面来看 在日本银行这边 日本这边还是维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那本来有一些交易员希望说 是不是可以有些宣布结束负利率的希望 但是现在看起来是暂时破灭 因为日营总裁讲得很清楚 物价跟薪资是朝着正确的方向来发展 但是工会跟大企业明年是有可能会继续上涨的 他还是警告说现在情况还不稳定 所以暂时还是维持目前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另一方面来看 中国大家很紧张 中国反正自信满满 这个也是想当而的 我们看到这发改萎缩 是很有能力完成今年的 全年的经济成长的目标 那么中国我们都知道 现在通货紧缩的压力也是蛮大的 但是官方的说法还是认为 明年CPI就会温和的回升了 那么包括消费商品服务都会持续的恢复 好我们这部分就继续观察下去了 好来看看产业的部分 这是调研机构最新的这个报告显示 在明年第一季机体的涨幅会继续扩大 而且扩大的幅度是18%到23% 特别是这个寡占市场格局之下 那么很多可能会继续来追价 所以这个涨幅还有可能继续往上垫高 所以相关的股票还可以继续来追吗 好来看看 昨天很多人在讨论说 哇刘董真的这么快要退休了吗 好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 我们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英已经宣布 不参与下届董事长提名 而且在明年股东大会之后他就会退休 那么现在推荐是副董事长魏哲嘉来接任下届的董事长 那么当然他还是说对台积电的可见的未来 有充分的信心 这个对台积电的表现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好另外我们待会来讨论 这NVIDIA美国政府终于放宽立场 这个NVIDIA对中国的这些特工版的产品 那么现在是加速来提供 年底10月28号就会正式发表 那么这样一个特工版的产品提供之后 相关的概念股当然渴望受惠有哪些 我们待会也来分析讨论 好另外来看看这个建商又说 哎呦堆心肝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好政府现在当然希望可以打房有些效果 希望不要短期的买卖 平均地权条例的用意就在此 但是这个最新的囤房税 2.0版已经三毒通过了 那么这个是会让建商有一些压力 主要是说现在房子卖不出去 先见后售的部分也要来课税 所以这个很多建商代表都说 这样的税负成本增加这么多 最后呢还是会反映在消费者身上 所以房价一涨难跌 真的会如此吗 马上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三位来宾了 第一位是我们的古怪教授谢承燕欢迎 金毅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这个基金达人 好我们朱岳中朱老师欢迎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摩根副总 黄百松欢迎冯副总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我想马上就先问 因为七个教育人 2023年是一个非常逆转的一年 有没有机会我们现在指数在高档震荡 今年就收在 攻上一个漂亮的万八呢 圈货差 先帮我按一下好不好 有没有机会收个漂亮的 攻上万八 发发发 哎呦 一次通过耶 就七个教育人 现在上上下下就这样子来了 这么顺利 怎么验 七天 七天 上帝七天造个宇宙 世界 所以七天上万八可以 我帮各位算了一下嘛 对不对 七天嘛 你一天一百就过了嘛 所以说实在 这么顺利 好像有道理耶 对不对 一天一百而已 你现在不是问我十八万嘛 不是嘛 你问我是万八嘛 那我就回去一直在算这件 不是就一天一百嘛 好 当然我们认真一点讲 不要这样子好像有点轻浮 对不对 实际上啊 真正行情的发动 要在圣诞节之前有点困难 就是25号之前有点困难 因为外资没有回来 那25号之后只剩4天了 对 所以真正的关键其实是 按照过去的经验值 虽然大家都讲说 年底的时候外资的操作 会变得比较安静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真正量完全的萎缩 我说是在25号那一天 25号那一天 对 但基本上25号之后 马上就有一些资金会开始回流 所以我认为关键是 那4天 对 所以如果4天 那就我们就除以4嘛 那其实也120 130 还是够 我认为不用付出很大的 这个推升的力道 而这当中当然 轻轻松松上万八 其实有机会 那当然这当中我觉得 扮演最关键的角色是谁 台积电 所以你看喔 你刚才一开始不是提到 这个刘德英董营长退休的讯息 有没有给台积电带来什么影响 股价 我看没有 而且大摩马上跳出来 我想大摩这个人 这个人我们一定要夸奖他 之前台积电在谍的时候 他骂台积电骂成怎么样 人要认错 毛利怎么样怎么样 有错就道歉 对不对 你看他马上说看好台积电 哇不得了 马上这个转变非常的好 所以从 我认为关键还是在外资 因为你看过去 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 其实外资的整个操作 大幅度的一个收敛 尤其是在2022年外资退出的 的力道非常非常的强 原本预期今年会回来 其实你严格讲起来 今年整体 卖出的情况还是很严重 可是因为 明年 这个联总会 不升息 甚至降息的可能性 已经大幅度的攀升 资金开始流往 亚洲市场 是可以预见的 所以即便 帮自己留下一个伏笔 即便今年没有上万八 喂 我问题已经问完了 即便 大家也不要太过担心 我们对于明年的 跨完年回来就万八 我觉得还是很有机会 所以我给自己 前后三天的一个阿索比 就是说 如果1月2号 1月3号 这个话题已经过了 过了 我觉得还是很有机会的 OK 很有信心 朱老师 我觉得确实真的很有机会 刚刚呈验 从比较长的时间来看 如果我们把时间拉短来看 我们就一个月一个月来看 其实我帮大家整理这个资料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过去三十几年来 1987年到现在 37年来 每个月份的上涨 几率跟幅度 来我们现在12月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上涨的 37年有28年 12月会涨 不就是现在吗 顺利很高 而且你看到平均涨幅2%多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所以 今年12月到现在 确实也不错 你看我们台股市值在创新高 剩下的这几个教育日 如果你用今天的收盘来看 其实不用陈彦说的一天100点 一天50点就够了 就可以过万八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机会比较大 但是刚刚陈彦也讲一个重点 圣诞节卡在这里 今年外资到底要放几天的假 我不知道 不过也如陈彦所说的 可能25号过后 外资比较会回流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不是只有12月 1月 我们在学理上不是都讲说有圆月行情吗 那圆月有没有行情 来就台湾来说 21年是1月份上涨也是过半的 可是实际上比起来 其实它并没有特别高 但是重点是涨幅 有没有看到 虽然12月上涨的几率比较高 可是就涨幅来说1月份比较大 那不就告诉你 真的是比较有希望 可是就如陈彦讲的 我们自己不敢说打包票绝对一定怎么样 可是不要忘了 明年就在1月份 大家都知道 我们总统大选 另外一个行情加持 另外一个行情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很有嘻笑问题 这一个图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0这个基准点 是指的选举那一天 那这是统计1996年以来 7次的总统大选的平均值 大家看到这个图的 选前的这一段 有没有看到 其实就是倒数几天的时候 股市反而比较不会涨 但是有没有看到选后这一根 这选后其实是可期的 也就是说万八过是迟早的事 快当然这个年就可以看得到 就算慢一点点 就如陈彦所说的 慢一点点 一定可以看得到的 只是我不敢跟你打包票 到底慢到什么时候 因为从数据上可以告诉你 选完之后真的是有机会 那这个是一个平均值 那我们都给大家看到 各年一年一年我们来看 来我们来看到 这是我所整理的 来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已经快要接近选举 我们就从选前一个月开始看起 有没有看到 选前一个月 其实上涨的几率 其实真的是蛮大的 可是到选前一周 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跟刚刚还蛮吻合的 选前一周 要涨的几率基本上就比较低了 可是选后来开始看 有没有发现 大家发现 这边总统有一条 全部都是下跌的 我必须讲 我们这边有讲 发现总统是2004年的319嘛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319这个特殊事件 这个把它杠掉 你会不会发现 上涨几率高很多 幅度也大很多 因为毕竟319这事情 我觉得应该就空前绝后了 所以去掉这个情况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从选前一个月 或者是选后的时间来看 台股要持续往上涨的几率 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好我们就来看看大会说 12月都没有什么利空吗 现在看起来 我们包括这个 美国我们之前讲说歌声响起 那么也包括 我们看到通膨的数据也缓和下来 等等来看 是不是一个没有利空的投资环境 可以这么乐观来说吗 朱老师 大家在投资上常讲一句 No news is good news 我们要注意风险 对 但你说现在真的完全没有风险 不能说没有 因为战争还在打 然后疫情还是有一点点 可是我觉得 真正重要大家关心的其实是什么 资金的流向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美元的部分 这个高点其实没有多久以前 不过说去年第四季 结果你看到现在美元降到多少 已经是100美元 只说100的保卫战 这代表什么事情 重点不是美元下来 而是什么 台币的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台币这一波更重要的 11月的时候 那时候还在32.5 现在多少 31 随时有可能破 这代表的意义就是台币升值 可是就过去最重要的统计数据 告诉你台币升的时候 代表什么 外资进来嘛 钱进来了 股市上涨的几率 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你看到这个动向 其实是我们最关心的 除了我们自己内支帮忙 外资如果能够 因为台币升值的关系进来 其实溢注市场很重要 那你说外资真的要来吗 来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就是十年期政府公债 这又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因为之前大家担心说 哎呀这个美国十年期公债 涨太多的时候 大家都去买债 可是你看到现在十年期政府公债 居然原本我们都以为 我都以为市这里会蹭一下 结果居然完全毫无抵抗 直接灌破4%这个点 也就是说刚公债值利率低下来了 大家买债的意愿就低了 那不买债 大家就回头买股嘛 再加上如果今天台币有升值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会有外资 其实进驻台股 所以我会觉得 在没有其他的这个重大的 这些风险之下呢 其实真的 接下来市场真的非常可期 ok 又给大家注入详信征 整体来看 主老师觉得股市就有机会上上上 冲冲冲 其实现在股市再次都有机会 我们待会仔细来分享 好马上来看到 刚刚这个也是个产业面 蛮重要的新闻了 NVIDIA这一边 因为美国政府这边放宽立场 甚至说你部分产品还是可以卖到这个中国 所以他们的供应计划也开始加速 本来这个预期是 这个明年才会登场的这个高阶版的汇图卡 当然是降级一些之后的 现在是可能赶在年底 10月28号就会发表 好这个发表之后 相关概念股的受惠情况 现在可以先开始加码投资吗 陈焱你会吗 你会配合产业趋势来做吗 我觉得没有问题 为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一波的修正 当然就是因为大家认为说 挥打没有办法再出货到中国 中国占挥打整个营收比重高达20% 这一块不见了 那谁受害 当然就是我们讲到这些AI概念股 不管你说是散热 板卡这些 可是这些 进入2024年以后 整个伺服器产业 AI产业的一个发展 对他们营收贡献来讲 我发现占比几乎都能够到翻倍 这样的一个水准 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股价修正这么多 那挥打可以重新回到中国 因为其实 这个商务部长蒙多太有讲 你只要不要让他把金面 拿去做军事用途 基本上我们OK啦 你就去吧 这个反差这么大 我觉得是有机会 而且跌过了嘛 反正明年一个新的开始 趋势应该能够稳定向上 朱老师 你会布局吗 我觉得这真的 一定是要布局的嘛 你市场大家都在看好 都说要看好 只要你不布局 那你是在说什么 当然不是嘛 可是问题就是 你要布局哪里 所以我们先给大家看到 今年到目前为止 我们市场上最重要的三个指标 来我们可以看到 大盘在这里很漂亮 涨了24%多 这是到昨天的数据 其中当然最重要的是电子股 就如陈彦所说的 几个重要的科技指标 涨很多 当然带动整个电子股 可是我比较纳闷的是 金融很闷 你不能说它没有涨 可是对应到大盘 对应到电子股 它真的是很闷很闷 可是你回过头来 看今年电子 看金融产业的这些营收 其实都 已经过去最坏的阶段都过了 甚至很多营收都在创高的情况之下 结果你看到 怎么金融股这么闷 所以我觉得金融股有机会补涨 但我必须说 我没有说看坏电子股 而是觉得金融股 其实是有更大的补涨空间在里面 但是大家可以想说 那金融股这么多 而且不要说多 光族群就有很多不同的族群 比如说你是金控的 你是做保险的等等 证券的什么都有 而且明年降息的环境在改变 对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看实际的统计数据 好我们先从今年的表现好 所以我们以这一列为主 今年谁表现最好呢 我们刚刚看整体指数不高 可是你看到实际上的金融股 也是也有人涨的病病 你看到第一名的 旺旺宝居然可以涨100多% 大家今天关注 都关注在科技股 你居然万万没想到 居然有金融股可以涨一倍以上 那就不要说万万榜 你看到其他涨30-40%的 也比比皆是 跟科技股比起来真的一点都不输 那问题是哪些族群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你会发现 其实主要的大概就是一个 残险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证券的部分 那还有这个做租赁的 这个不说 可是大家想 一般投资人 尤其是法人 他其实比较喜欢买什么 买金控股 金控股不是没有 可是你可以看到 你今年以来金控股表现比较好的 就只有兆风金跟中信金 那原因何在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但是你看这些排名 今年以来很好的 投资人 尤其看我们节目 想要买的 你觉得要看今年好吗 还是要看近期好 当然都要考虑 可是你看到近期 这些真的就会比较好吗 未必 所以我们再给大家看到 那就近期又是谁比较好呢 你可以看到 近一个月有没有发现 其实很多金融股表现也是不错 3% 4% 5% 但是你再看到这个族群 有没有发现 有一部分是刚刚有出现的 有很多其实又不一样了 表示什么 金融股就跟科技股一样 有不同的族群在轮动 所以投资人说 那我到底该怎么选吗 来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选 我们看看谁 我们看法人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所统计 过去一周 法人买超 我是以三大法人的买超总额 来做排序的 有没有看到 三大法人买最多的 就是我们刚看到的 两家金控公司 中信金跟玉山金 你可以看到 对应的还有兆丰金 这三大法人 你可以看到他近期的表现 那涨这么多了 继续跟进吗 其实 其实你如果从整体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近期表现跟 今年以来表现 你有没有发现 玉山金其实相对比较弱 所以如果以我来说的话 我会希望说 你近期跟 今年以来 两个都好的 其实相对有利 所以你反而是下面的这些公司 你看到 通通都在买金控 但是你回到刚刚的部分 你会发现 其实金控股 并没有我们以为的 都有法人加持 他的表现就会比较好 所以我会觉得说 投资人今天你不要有先入为主说 哎呀 金控比较大 法人也都在买 我就去买金控 回归到 真正会有基本面 尤其我刚刚前面 讲到一个很重点 落后补涨 谁在落后补涨 所以你学校要找这个 涨幅比较少的 对 其实应该要找 之前很弱的保险业 残险业 尤其残险业 保险债券蛮熟 对啊 因为第一个 之前因为 这个防疫险的关系 撩得疲疲疲 可是这件事情 早就没有了嘛 可是呢这两年 债券市场不好 他们又 在投资上又赔了 但是现在重点 我们前面不跟你讲了吗 债券值利率再下来 债券再往上涨了 所以这些 持有比较多债券的 尤其是保险公司来说 他的资金很大一块 都压在这里 我觉得他们是 相对有机会补涨的 所以这是投资人可以 参考看看的 好 这个位阶比较低一点 那么有成长性 那么受险 会给大家做参考了 我们刚讲 但被抬教的感觉好好 那么投信任阳股 当然现在到2023年了 这个说到底会继续 要来这个作帐行情 还是结帐行情呢 投信会买 当然也会卖 那么十许只要七个交易日 我们当然希望 大家可以继续来买一些 他明年会继续买 明年继续看好 投信会继续布局的股票 陈妍你怎么观察 因为过去我也在投信 待非常长的时间 被业界称为投信小王子 这个我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这个吗 有这个称号 那今天应该听到 基本上现阶段你要谈 这一张我整理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是说 现阶段我们去看到投信 接下来布局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仔细 很快的看一下重点 就说我觉得你不要去想说 是要做所谓的年底做账 基本上我们整个看完以后 他其实已经在布局明年的行情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 几个非常重要 连续买进的这些当中 不管你说连强 汉唐 形象的系格 基本上基期其实都是相对偏低 甚至你看最近 这个鸿海 就是那个 鸿海危机的这个事件 长龙的部分 他们也连续买进 所以算是 相当注意到整个后续趋势的发展 这里面当中 很快的下一个结论 买这么多的跟着吗 他买那么久会继续买吗 部位已经买比率高了 会继续买 因为这些基期其实都不算高 因为这些基期低的 对 那当然我觉得这里面 有三个主要的方向 第一个就是原物料的部分 航运 报价上涨的部分 你看不管是说 长龙 振兴 这一类的 另外还有包括像记忆体 南亚科 就是报价上涨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低基期的电子股 不管是 我们讲最近开始动起来 IC设计的瑞育 或是联电 或是被纳入高股息股的神基 或像宏基 这些相较来讲 其实基期都在偏低 那另外一个就是金融的部分 其实也有琢磨 也有琢磨 那像中信金 兆丰金等等 所以整体来看 这一次的布局还算蛮分散 并没有集中在说 我一定要做AI股 我一定要做什么 所以这次看起来 整个布局的方式 在这边大家可以把这个方向 把它寄起来 OK 好 我们把它看清楚 当然这个目前它持续在买进 而且位置还是低的 是一个可以继续布局的方式 而且特别明年会继续成长的 我们回头来看 这个我们刚刚讲 除了台湾之外 美国也是个很值得投资的市场 那么当然美国大家看到 哇塞这个美国最近表现很厉害 道琼已经创下历史的新高点了 那么标普呢 其实比去年1月的这个高点 只差1.2% 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幅度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当然这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美国的联准会 已经释放出很多这个 鸽派的声音 大家觉得明年就要开始降息咯 那包括库存条件 也到了一个段落 所以到底明年 美国经济动能怎么看 要怎么样来布局跟投资呢 美国的现在 我们大家关心的两件事情 会牵动全世界的市场 第一个当然就是 什么时候要降息 现在三马六马都有人在讲 那么第二个当然是 美国人家也要选举 所以怎么看待 2024年的美国市场 朱老师 其实如果你从经济数据来看 尤其联准会 刚开完这利率会议的时候 他其实有提到 对于明年的经济展望 你从数字上来看 好像比今年差一点嘛 明年预估是1.4 今年预估是2.6 可是你不要以为说 好像明年经济就不好 其实是因为今年基期比较高 但你明年相会比较弱一点嘛 好 但是很奇怪了 既然大家都觉得 这个明年经济成长率会低一点 可是在投资市场上 我看到的几乎是大家一面倒的 认为明年继续 会继续涨的 几率相对高的 是关键就是刚刚请你所说的嘛 两件大事情 第一个告诉你要降息了嘛 要降息了 对 降息一定是大家 哇 渤海换腾 大家欢欣鼓舞 欢迎降息嘛 那第二个当然重点就是选举了 所以呢 再看到这两个利基点之下 再看到其他的产业 尤其是以前有人担心 AI有泡沫的问题 可是你看嘛 几个AI的指标股 不管你看灰打也好 看AMD也好 或是超尾也好 你看那几家公司 他们的实际财报出来 有没有发现 非常非常亮眼啊 成长都是倍数了 所以你还会担心AI泡沫嘛 我真的觉得想太多了嘛 所以零零种种各种 这资讯下来不就告诉你 续涨的可能性大 那其中我个人其实最关心的 其实你可以看到 选举的问题 我们帮大家做一个统计的图表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表里面呢 这个基准点指的是美国选举日 明年美国选举是11月5号 所以基准点往前推时间 你有没有发现 在选举前就有一波的上涨 这不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选举行情 可是注意喔 你不要等到选举前 你再等选举行情 是告诉你在美国选举的时候 他可能反而会下来的 但是在前面相对有个低点 好 所以问题来了喔 这里是选举日嘛 那这里是300天 你11月5日往前推300天 不就差不多是明年初 好 所以告诉你 明年初可能一开始会涨 之后有一个低点 我会觉得这个低点 正是大家上车的好时机 当然你不能确定 他什么时候会有这个低点出现 那你提前分批布局也OK嘛 重点是未来这一波的涨幅 我觉得非常可惜喔 所以不用担心说 好像经济成长率 看起来是比较弱的 但是就各个面向来说 明年真的还蛮有机会的 OK好很看到明年 当然这个选举行情也是有加持 好 那么这样子来看的话 让美国的投资标的 比台湾大更多了 这么多的这个目标 要怎么样去做选择 我想请黄副总接下来 帮大家来选择 挑选标语这么困难 有什么建议 没有错 我们看到其实美股的投资标的 其实是百百种 非常多种 那其中呢 我们先关注大方向来说 明年的两大主轴 包含了像在美国的总统大选 这个当然投资人相当关注 也是我们投资相当会 关注的一个重点 另外一块就是联准会的动向 我们看到其实联准会 这里送给大家一个投资金句 就是投资找机会 就看联准会 这不是代表联准会操纵股市 而是其实联准会 它注重的两大主轴 是通膨还有就业 你可以看到说通膨从去年的 年中间9% 现在大概只有3.1% 而就业市场呢 在过去平均三个月 都还有在20万人就业 是远高于过去长期 平均大概11万左右 也就是说代表两件事 一 软着陆的机会增加 二 联准会在明年也有降息的机会 所以美国股市一样有表现的空间 所以纵观全球的主要股市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要找到 企业成长动力最强的一个区域 所以这边看这个图表 找到在这个图呢 左边这个图放上的是 MSI各个区域指数的EPS成长率 黄色线就是最强的 最强的是什么国家 其实就是美国 所以这代表我们在各区域中间 我们依然看好 美国其实是有机会表现的领头样 那在美国我们看到更细向一点 其实更细向一点 从S&P500指数各产业来看 获利表现最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黄色线段 这个黄色线是什么 就是科技股 这也是说 今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 科技股表现相对领先的最大原因 那我们来看到明年 明年是不是一样 它在投资科技股就好呢 其实不是 我们觉得其实明年的难度 有可能会变更高一点 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今年以来的整个美股的涨幅 其实就聚焦在我们说的 绝地七五四 或者是说七个科技巨头 像Meta NVIDIA之类的 这类科技巨头 那有没有别的成长的机会呢 我们来看到这个图 这边这个图呢 绿色的线 是我们去统计 这个七大科技巨头 它们的预估本益比 的确现在本益比来到26倍左右 略贵了一些 比它长期的平均来略高一些 但是扣除到这七家之外的S&P500 还有493家 它们的本益比呢 远低于过去长期的平均 也就是说明年的投资机会在哪里 我们觉得就是要从这中间去找寻 其他更多数百数千家的企业去挖掘 那当然 还有很多没涨的 没涨那么多的 对其他找其他没涨那么多的 那刚才 那这要怎么找寻呢 刚才跟他分享一个投资金句叫做 投资找机会 要看联准会 对联准会现在大家搞不清楚 你看通膨缓和很多 但就业还是不错啊 所以他讲话也 联准会就是不会把话讲死嘛 没错 人家可能没有说就是要呛息了 什么情况发生的时候 他们都会再做一些处理跟营变嘛 你怎么看呢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 看完联准会之后 也许大家不知道怎么看 当然我给大家去下联 下联就是资产要提升 就要找摩根 我们摩根呢 其实是资产管理的专家 那我们也是美国公司 也是美国的专家 当然讲到这里 不要说我们摩根卖瓜 自卖自垮 我用几个理由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了 我们摩根大东集团呢 是成立在1799年 成立到现在差不多200年左右的规模 历史悠久 200年大概是多少呢 200年其实只比美国成立的 立国期间少了24年 也就是说摩根的历史 就等于是美国的历史 我们中间见证了 美国多空的历史的发展 那当然见证多空之外呢 其实我们现在摩根大通银行 是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 市值最大的银行有什么好处 这是代表着全球世界500大的企业 前500大的企业 有9成以上 其实都是我们的客户 所以我们可以藉由 跟客户交流之间 我们去获取更多行业的资讯 去更了解行业的动态 然后再进行投资 所以到第三点 其实从2018年到2022年以来 我们摩根资产管理 是全球主动式基金 净流入规模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好美股 第二个如果大家 不知道怎么投资的话 可以来仰赖美国的专家摩根 OK好 因为自己一般投资人要挑选 这个环境瞬息变化 股市没有变就是永远都在变 真的是蛮困难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仰赖专家 这个经验够多 这个多空都看过 进了其考验 给大家的一些参考 跟一个判断 好我们刚提到说 美国当然是大家现在 这个投资部位里面一定会有的 但是呢 到底对于明年的展望 要怎样来看 股票有很多 有人喜欢买这个成长积极型 说啊 涨多一点 有人喜欢价值型 稳稳的转 朱老师你会怎么建议明年的情况 这个小孩子才做选择 既然每个都有机会 刚副总不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美国我们就不要多说 就以纳斯达克跟 纽约交易所 两大交易所 加起来有5000多家上市公司 各种类型的股票都有 你多会挑啊 你能够有人家专家 有基金公司的人家会挑吗 不可能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有多少钱 你能够挑几档个股 非常非常的困难嘛 而且再来就是 你说成长股好还是价值股好 我必须跟你说 人人有机会 你为什么要从中挑选呢 而且喔 不要以为说只有股值得 其实债的部分 其实也是OK的 因为刚刚前面也提到嘛 明年要降息了 债要上去了 可是 问题是你要买什么债 大家很多人都会去买什么 美国公债啊 可是我真的跟大家讲 我们不是说它不好 但是你要注意到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没有错 降息债券会上去 可是你知不知道 美国财政部在大量发债 光今年第三季发了一兆美金以上 第四季还要再发七千 七百多亿 明年第一季还要发八千多亿 光一个财政部 大量发公债 是不是市场公企就很多了 还不仅这样子 联准会也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叫做缩表 什么叫缩表 之前我们知道疫情来了 美国祭出史上第一次的无限量QE 买了一大堆的债券进来 结果呢 现在要反手抛出去 就所谓的缩表 美国联准会现在一个月 一千两百亿美金的速度 再往市场上丢 所以你想嘛 没有错 债券 债券因为降息会涨上去 可是 当有一个供给方不断的抛 你还会以为公债会有机会吗 那这时候呢 你为什么不考虑其他的卷种 譬如说 我们看到非投资等级债 我们刚刚一直是不是都在讲说 告诉你美股明年有机会上去吗 可是不要忽略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表 这里面两条线 蓝色的就是美股的走势 可是你仔细再看到 绿色的这条线 就是非投资等级债的部分 有没有发现长期的趋势 基本上跟美股几乎是同步的 差别只在于这个幅度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这一根这么接近的下来 这是2020年新冠疫情 在此之前有没有看到 它的涨幅 基本上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疫情之后 有没有发现 这条绿色线特别的闷 为什么 因为美国在升息嘛 所以呢 过去这两条线应该贴得很近 但是现在落后这么多的 不就在告诉你 它有机会去补涨 所以我觉得 除了股有机会之外呢 大家也想要买债 但是买债的部分 非投资等级债 其实是你可以考虑的部分 这个其实现在我们说 现在投资机会其实很多 不止股票 债券也是 公债当然大家就在 这个最稳的 但如果现在报酬率更高的话 可能非投资等级债 是大家选择的一个标的旨意 一样股票的问题 我想问这个黄副总 你怎么看 成长型跟价值型 他有人说我买ETF也可以 你怎么看 就如同刚才朱教授 我跟大家讲的 其实成长型和价值型 他全都要 那全都要之外 是真的全部都要买进去吗 这个我们倒不是这样觉得 钱有这么多吗 钱有这么多吗 你真的可以全都要吗 只有他钱最多 对 我们反而觉得 其实应该要精选持股 就是说 你最好是钱当然没有那么多 你可以借由基金的方式 主动式的基金投资 去精选20到40党的个股 其实反而是 找寻最好上涨潜力 为什么说要精选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图表 这个图表呢 是我们去统计S&P500 标普500指数 它的各个不同 占比加速 占它的权重 也就是说 在这个指数里面总共有几家公司 其实就是500家 那你看哦 其实权重大于1% 大于1比1以上的 其实只有15家 也就是说 有485家 它的权重是低于1以下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一般投资人 你真的要去挖掘那些具有成长潜力 但是它都低于1%以下 你是很难找到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 你可以藉由一些主动式基金的选择方式 来帮你精挑细选 选出其中比较好的基金 譬如说什么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是我们摩根的美国基金 这档基金就是相当适合进场布局 美股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 怎么说呢 这档基金成立时间很长 它是1988年就成立了 成立到现在成立大概35年左右 累积的总报酬率大概是3500% 也就是换算成 换算成年化报酬率 有双位数以上的报酬 那你可以看到说 买税基金就不用那么烦恼了 买基金就不用这么烦恼 而且它真的是 从我们投资团队 精雕细琢帮你去精选持股 可以参用到长期的投资获利表现 所以在股票的形式上 我们觉得可以藉由摩根 美国基金来帮你布局美股的配置 它的布局是不是时间要拉长 它布局呢 应该是说它是可以作为 你长期核心持有的一个布局配置 那你看它成立时间这么长 也代表它已经历经过景气循环 它可以带你度过 不管是多空的环节 OK 好 有35年的这个记录 大家可以去看 好另外刚刚我们讲到资产配置 我说其实明年机会蛮多的股票债券都有 所以这个债券投资人也很开心 哇等了好久 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等到这个连准会有出现降息的风向球 这个债券债券就会涨果不其然 那这个债券到底要怎么挑呢 之前很多人说买公债 乌乌拿坦 这当然是一个方向之一 那另外也说 因为目前我们看到 其实美国软着陆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那通膨也缓和下来了 所以公司违约的风险也没有这么高 所以这时候非投资等级 债也是大家这个很好挑选的方向之一 因为它的利率的确是比较高的 席会领的比较多 好 朱老师 这时候要怎么样来布局 非投资等级债 我们其实刚刚前面提到了 已经告诉你降息这一个 基本上是送分体给你 告诉你去买债了 那以前我们不敢买非投等债 是因为我担心市场风险 可是问题是大家可以看到 当整个市场现在降息下来 我原本这些体质比较不好的公司 是不是我就舒缓了 因为我不用再富有那么高的利息成本 不就在告诉你非投资等级债 我们以前担心的事情 已经渐渐衰退了 所以我现在去买非投资等级债 相对安全了嘛 那再加上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 过去因为升息 因为担心市场风险 所以非投资等级债 相对的表现是弱的 那现在这些 这个不利的艺术都消除的话 我们刚刚是不是告诉你 从图表里面 不就已经给大家看到了嘛 我有一段的落后期了 我这么明显的差距这么大 你跟过去这些时间比起来 真的是差太多了 那我难道不用补涨吗 也就是说我从技术分析来看 我从基本面分析来看 不就都在告诉你 投等级债相对是有机会的 尤其是如果现在降息下来 你一定想到说 我的席 是不是也因此会少你一点 非投等级债 相对就是给你比较好一点的席 我以前不敢买 是因为风险 那现在没有风险的 我当然就可以回过头来 很放心的去买它嘛 买债券最大风险 怕公司倒闭 这个借钱不还 但是你选一篮子的好公司 他的这个债券的话 这个风险当然就降低很多 一样的问题 到资产配置的比例 我们待会再来谈 我想先问黄副总 因为其实非投资等级债券 是其实我们台湾人 很喜欢的高收益债券 那之前大家会担心说 哇塞这个今年整个景气很不稳 大家不太敢买 所以比较多钱有入市公债 跟这个投资等级债 现在这个时间点 要怎么看待高收益债券 我们今年以来 其实看到多数的投资人 资金都涌入哪里呢 都涌入公债 跟投资等级债 那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 美国升息嘛 现在利率很高 第二个呢 衰退风险 大家觉得市场有可能要衰退了 埋子比较安心 埋子比较安心 那其实到今天 我们不是今年也快过了吗 你知道从今年到现在为止 各个主要的债券的卷种 猜猜有哪一个是跌的 其实各个债券资产 其实主要债券指数 都是上涨的 其中涨最多的是什么呢 反而是非投资等级债 上涨的幅度 有大概双位数以上 为什么涨幅最高的 反而是非投资等级债 而不是大家先前可能 买了很多的公债啊 或投资等级债 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于 我们对于 软着陆的机会增加了 我们对于衰退的风险 往后遞延了 违约的风险也降低 违约风险也往后遞延了 所以市场风险 其实是好的情况底下 加上哎 美国明年还要降息 现在绝对利率水准也很高 现在就是布局非投资等级债 很好的时机点 那我们来实际上看一下这个图表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图表呢 我放上了去 各个目前主要债券的指数 包含了投资等级债啊 新兴市场当地货币债啊 或者企业债啊 各个不同他们的到 他们的到期殖利率 殖利率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现在以非投资等级债的 殖利率是最高的 不管是有到8到9个percent 所以以现在的时间点 殖利率有大概8到9个percent 而且市场如果有机会增加 其实很适合值得竞争布局的 那当然我觉得 谈到非投资这里在 我们面对到很多客户 其实投资人他们最关心的是说 哎 违约风险会不会很严重 会不会遇到倒闭 其实这边呢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 这个是统计过去 长期的这个维率的走势图 是蓝色的线 而中间橘色的线呢 则是平均 可以看到说 过去上一波维率的高点在什么时候 其实在2020年这一波疫情 也就是说在疫情的期间 很多体质不好的 非投资人资的公司 他们已经被扫出了市场 当时就被扫出了市场 现在留下来都是体质比较好 体质比较健全的 他们财务控制杠杆比率 比较低的这些公司 所以现在来看目前最新的维率 是2.1个percent 依然远远低于过期的长期平均 所以回扣两个小小小的两个重点吧 我们觉得其实展望到接下来的市场 软卓入的机会增加 美国有进入降息 或者比较宽松的一个机会 再加上非投资整体贷的违约风险 还是在相对比较低 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是相当适合 布局非投资整体贷的时候 ok好 是个买债券的好的时间点 好那大家就说到底 我这个听了觉得 美股跟这个债券都可以投资 但是问题是how 我要如何去投资 timing怎么去掌握 因为很多人这个债券 其实有人买得很少 一年就开始买 一直想说要这样 就等了一年想说 哇 终于在年底的时候心情好一点了 就觉得买太快了 所以买进的时间点 要怎么拿捏呢 朱老师 其实我觉得回归到你的投资属性嘛 你如果担心进场时点 因为timing真的很难抓 那你定期定的 不就解决这个问题 这不就是我们在讲 基金老三常谈的问题吗 那过去不敢买单笔的 刚刚副总不就告诉我们说吗 现在的时间点 真的就是一个好时机点嘛 不管你今天你要去买债 不管你要买什么债 尤其是非投资等级债 现在告诉你未来的展望 相对是乐观的情况之下 你现在不进场 请问你什么时候要进场 那股的部分也是一样啊 你现在觉得明年是好的 尤其我们刚刚讲 美股明年因为选举的关系 因为降息的关系 明年都看好 那你喜欢单笔 尤其台湾投资人 真的非常喜欢单笔进出 把它当股票再做 那现在的时间点不就在告诉你 也是一个好时间点 可是大家想说 今年美股涨这么多了 这个道琼创历史新高的 我还能够进吗 创新高要不等它拉回啊 永远投资人都在等拉回嘛 那问题是 你在回过头往回看的时候 过去的拉回又不敢买 是不是要回档了 你永远在等这个回档时间点 可是你过个一年两年 你再回过头看 现在你还会觉得它是高点吗 这不就是一个关键所在吗 永远等不到你所谓的甜蜜点吗 那既然展望告诉你是好的 那你想买单笔你又会怕 那很简单 你把单笔切几次进场 通常我都会建议 你切个三到五笔进场 你用定期定额的概念 把它分三到五笔 譬如说你每个月进三分之一 那你担心的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所以我会觉得 你进场时间点不是那么重要 你选好的标底 譬如说像摩根达告诉我们 人家过去长期绩效这么长 经过这么多的多空循环 经得起历史考验 那你还在担心什么 就怕你没有办法下这个决心而已 当然投资一定会有风险 我想问这个朱老师 到底明年这个投资 特别在美股美债的部分 要注意哪些投资上的风险呢 我们说市场真的就没有风险吗 当然没有人敢打包票 各位我们再看看 现在的基金经理人 他们在担心什么事情 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个统计表示 美国银行他们在做例行性在做的 对全球基金经理人在调查说 他们在关心这些事情 所以你看喔 现在基金经理人最担心的什么事情 来你看到最上面的这个叫做 地缘政治风险 因为我们知道战争还在打 其实没有消退嘛 所以你看喔 这是11月的数字 从9月10月11月都在增加 可是认为危险的是占31% 那第二个也是我们原本最担心的事情 就是通膨的问题 以及美国要不要持续升息的 这个鹰派的做法 很明显的 在之前其实一度超过5成的基金经理人 在担心 但是现在很快速的在消退 所以当这样的事情 在慢慢消退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去买一些相对积极的商品 就比较安全了嘛 来 再来就是大家担心会不会硬着陆 那这个比重 虽然有在增加 但是相对于前面来说 其实还算是OK 好 再来系统性风险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黑天鹅事件 那说真的啦 黑天鹅事件就不就告诉你 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嘛 那请问你要担心什么东西 所以像这种系统性风险的事情 我觉得看看就好 那至于AI科技泡沫 前面已经讲过了嘛 现在也不用去担心这件事情嘛 剩下的就是中国地产的问题 虽然有人担心 可是比例非常非常的低 而且你只要避开中国 不就没事了吗 所以回过头来看 我们不敢说市场完全没有风险 可是很重要的 我们用资产配置的方式嘛 我们认为美股好 我去买美股 我认为债券好 我去买美债 我是不是就同时兼顾了 当然要做好资产配置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们真的就是要相信专家 尤其透过基金公司 帮我们去配置 前面不是提到了吗 我们的资产有限嘛 我的选择能力也有限嘛 可是我借由买基基 我不是只有买一档基金 我可以买两到三档基金 就帮我做好了整个的配置 尤其你不要以为说 只买两三档基金好像不是很多 不要忘了 每一档基金的背后 都是一篮子的股票 或一篮子的债券 它本身也在帮我们做配置了 所以我们找一个好的标的 不就可以让我们很轻松的 赢得这个投资 OK好 其实投资最困难就是违背人性 那很多人说 到底我希望买了之后 它就会涨 标准答案 而且很诚实的答案就是 不知道它哪天会涨 所以我一向也觉得 定期定额其实非常好 它是帮助你可以累积培养耐性 而且是维持纪律 克服人性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来了 我觉得2023到204 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转折点 黄副总你的看法建议 那当然讨论到进场时机点 我觉得进场时机点 大家相对难抓 可是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呢 就是资产配置 资产配置其实相对蛮重要 像我们看好明年 美国依然是我们相对看好的区域 那美股和美债 那我们就建议照大家 你手上已经有什么样的资产 已经有配置去增加 去调整你的投资组合 美股美债都应该兼具 就像吃饭要重视营养 重视健康一样 美股应该就可以投资选择 那在美股的情况 如果大家不想要太偏重 不同的风格的情况底下 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档摩根 美国基金 就像刚才有跟大家分享的 它是1988年 就成立到现在老字号 它适合没有买过美国基金的人吗 它非常的适合 没有买过美国基金的人 因为它在它投资的配置里面呢 它是有价值股 也有成长股的 所以价值跟成长步骤 帮你配好了 帮你配好了 那同时呢 它其实又具有成长的爆发力 因为它是精选 20到40档的个股 所以在基金要上涨的时候 它其实可以掌握相当好的成长动能 所以我们建议在美股的配置 大家可以用摩根 美国基金 来进行美股的配置 那至于谈到债券呢 明年有 美国联储会有涨息的机会 其实债券的市场 依然是相当值得 建议大家进场 你可以配置什么呢 我们推荐大家 摩根的环球非投资等级债券基金 现在我们都说 看好美国相关的资产 所以我们这样的基金呢 其实超过90%以上 都是投资美国发行的 非投资等级债 美国发行的公司债 那为什么要投资美国发行的公司债 其实美国的非投资者 你债的指数的殖利率 大概还有大概8.5左右 是相对比较高的 另外我们这样的基金呢 它是100%都布局在美元 100%布局在美元 在债券市场上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降低一些 汇率上的影响 影响到你基金绩效的报酬表现 同时我们这样的基金呢 依然有提供这个累积型 月配型 还有稳定月配型型 有不同的配型型的基金 可以来符合不同投资人 他们自己现金流的需要 所以我们觉得 其实在明年的投资配置上 资产配置很重要 每股每债都应该做兼备 那每股的话 我们会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摩根美国基金 那非投资整体债的话 摩根环球非投资整体债券基金 就是我们的首选 好我们今天谢谢现场 上面来听非常宝贵的分享 那么当然要特别提醒 我们观众朋友跟所有投资人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应该享誉公开说明书 或者是投资人须知 那我也真心觉得 其实今年还有包括明年 都是有很多机会的一年 大家应该从现在开始 好好做功课 好好寻找好的商品跟产品跟标的 那么当然做好这个资产配置 我们一起2024继续分享继续赚 拜拜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